各位韩内外的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守军川普拉很开心 我们连线给这位好久好不久不见的朋友 林志杰老师 老师晚安 守军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 这阵子我看到你反而比选前更忙碌了 不只在新竹 穿梭在全台湾各地的各个县市 各行各业在接触当中还接触不少年轻人 是不是有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了老师 是从选举过后一方面我在地方深耕 所以其实服务处常常举办各种公益的座谈 那包括目前大家所关心的国会的一些改革法案 还有青鸟运动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年轻群体 或者是公民团体会邀请我参加 所以除了新竹场以外 我也支援了苗栗场 那昨天也特别去屏东 我非常意外 昨天在这么热的天气下面 屏东的几个公民团体跟青年朋友们 那他们本来定了一个二三十个人 想说做一个小型的salon 结果几近五六十个人现场大爆满 那真的南国的乡亲非常的热情 那么参与的群众呢 也对于目前的各种国会乱象有很高度的关切 那我觉得在分享里面这是一种民主深化的过程 所以感到非常的荣幸 在台北我们从五月份一直到六月份的青鸟行动 我的确也感受到 尤其这一群年轻人 他们的热血 他们的参与 让我们看到台湾民主 从来就不是从天而降 看得出来他们积极争取 身为一个台湾公民 他们的心声以及抱后的行动力 您自己跟这些 尤其年轻朋友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跟我们分享呢 林老师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台湾过往到现在 国会改革的历程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 其实他并没有经历过戒严的时期 所以乍听国会改革 大家其实90%以上的人都认为 当然国会如果能够更进步不是很好吗 可是大家并没有去想象到说 原来在1990年当时还有一个万年国会 原来我们过去的国民大会代表 还有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没有办法充分反映出 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的民意 原来有人是从第一届 一直可以当到1990年 从来没有改选过的 如果过去只是在 对只是在这个课本上面读过 跟现在真的看到国会的时候 大家重新去温故执行 然后才会发现说 原来什么叫做国会改革 其实是一个民主进步的改革 所以其实当很多座谈的时候 我们去讲起过去的野百合选运 对途万年国会 推动人民的选举 我们过去是不能够直接选总统的 那很多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没办法想象 原来台湾曾经经历过这么长 基本人权被冻结 那人民的参政权 没有办法获得确保的时间 所以我个人虽然对于国会的乱象 也是一样跟大家一样都感到忧心 那也觉得大家应该要努力的来捍卫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建筑的民主防御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觉得青鸟运动 跟过去的几次学运相比较 第一它其实没有一个明星化 你会发现它并不是靠少数的 这个集权者 或者是少数的人去领导 然后捧出一些所谓的学运明星 其实这次并没有 那第二个是它的政党参与色彩也非常的淡 因为所有的活动我都是应邀参加的 所以并不是什么县党部 市党部 或者是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来邀请我 反而都是大学部 像昨天的就有这个高雄师范大学 屏东科技大学 然后还有高雄跟屏东的中学生 所以其实邀请的这个主办的单位 也跟过去有比较浓厚的政治人物参与的色彩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这是台湾一个30年上称民主青年 我们现在真的是民主还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时候 那利用这样子的机会来把它深化 我觉得为什不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你跟这些年轻人互动 你一定特别有感觉 老师我想请教 那您自己怎么观察现在国会所呈现的生态呢 怎么看国民党的表现民众党包括民进党怎么因应这个态势呢 民进党的整体的一个战略呢 老师你怎么分析 我其实觉得最可惜的是 民进党其实是有提出相当不错的法案的 可惜这样子的一个国会改革法案 尤其是接轨国际 因为我们当时有签这个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议 那就特别提到说 我们的立法程序要更透明 要更给各种企业一个法规调试的事情 因为这个可以想象嘛 如果我们突然之间必须要做出口管制 或者是我们突然之间绝对要实施更严格的信贫措施 那这个都会让外国的企业需要有一点时间去做准备 所以本来其实我们希望的国会改革是朝向全责相当 更透明国会议员的利益冲突回避 这个才是真正国会改革的意志 所以很遗憾蓝白的这个推出的这样子的一个 以改革为名包装扩权支持的法案 当然在我看起来它是有非常高度违宪的可能性 那对于人民的基本权跟企业的营业秘密保障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是很支持来做视线这个动作 那只是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 因为以他目前的态势来说 立法院是他唯一占有优势的地方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让你视线 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他马上要做的是 大法官的一些杯葛 他可以从人事权上面 让你未来的视线案进行的非常困难 比如说他不同意大法官的人选 那你一下大法官可能少五六个人 当你大法庭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 视线是不是就被占捕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预期 他未来要做的绝对不止这样 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我爸爸是那个传统国民党的老党员 所以虽然这一生第一次投了 这个民进党赖清德总统 但是他自己也会觉得说 国民党现在的表现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有执政的企图心 他在做任何法案立定立的时候 一定会以长治久安 因为这个法律并不是apply到现在的执政党 有一天如果国民党再回去执政 他也会应用到自己身上 但是目前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呈现一副我俩没有明天的样子 让人看到非常的震惊 好像一点都没有想要去做这个执政者 然后只想做吵闹跟声量取得的博取关注者 那这个其实是会让我比较担心 因为这表示是一个非常短线的炒作 那同时也是某种程度的 是不是反映了中国在背后的操控 所以这两点是我觉得在目前的国会改革的乱象里面 我们需要特别关心的 民进党在国会拥有少数的习次 这样的弱势在过去其实所在多有 而且习次更少的更是有 尤其在阿扁执政时代 我不知道林志杰老师您怎么看 国民党在此时此刻他所推动的法案 急于去进行过去历史当中的一些方案 他们如此的急切进行这些法案的修正 在时间的纵轴 包括在最近的非常敏感性的时刻 跟中国之间的互动 您自己有什么样的观察跟体会吗 因为我才刚做完那个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要求他订立 香港的国家安全条例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其实就可以非常充分的看出 中国一向是把他的渗透 包括用法律去渗透 因为各位可以想象 其实已经有港版国安法了 为什么还要强迫香港的立法会 去订立一个国家安全条例 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重复的 可是对中共来讲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虽然香港没有普选 所以香港当然不能算是一个民主的区域 因为它的人民是没有选举权的 但是香港立法会毕竟还是属于香港的 所以港版国安法那是中共人大所定出来 这跟香港你自己家的立法会 定出一个国家安全条例 感觉上有所谓的民意基础 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它可以用香港的这个国家安全条例 来堵世界的悠悠之口 你从它对待香港的方式就不难想象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立法的机构一定是中共渗透的摊头 因为那就代表说我没有渗透你 这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所制定的自己的法律 是有民意基础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蓝白委员做出的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全国人民必须高度的关注 因为我们选他出来要反映的是我们的民意 并不是中共的旨意 你讲到非常关键 人民要注意 人民是不是此时此刻应该站出来 您知道在台湾 在这一场立法院经过了这几个所谓叫做国会改革法 也是立法委员被视为扩权法 那行政院包括民进院立院党团 包括了总统府 包括了检察院 他们提出视线同时呢 其实很多民众有这样的感受 对于这些不适任违背民意的立法委员 应该透过罢免让他们下台 那在这个关键性时刻 基隆的罢免进入非常关键性的第二个阶段 可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急于提案的修法 要拉高罢免的门槛了 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不知道老师您怎么看呢 在无形当中 其实是剥夺 夺取 窃取 人民在宪法当中所赋予的罢免权 不是吗 老师您怎么看 完全同意小军的观察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感觉 完全没有在思考长线 只在因应当下 有可能被罢免的危机 就做的因应式修法 那这样的修法 当然是非常糟糕的 因为我们的罢免已经 门槛已经调过了 不然您可以看 黄国昌委员可能早就被罢免掉了 所以当时其实已经有经过一些修正 会觉得 会需要某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第一阶段必须多少人 第二阶段多少人 所以其实在当时做这个罢免的程序的调整 已经把门槛略调高一次了 那这样子的调高呢 造成目前其实现在罢免 是有一定的困难度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今天调高的原因 完全没有什么理论基础 他就是因为他自家的委员要被罢免 所以在情急之下 他就来提修法 那今天是礼拜一 我们今天在录影的这个时刻 那过两天呢 我就又要去立法院 我觉得奇怪 我明明就没有当选立委 为什么每天要去立法院 就这个公厅会呢 对要去公厅会 因为国民党已经提出了 要提高罢免门槛的这个修法 那在这边就要呼吁 所有的立法委员 一定要想清楚 各位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 人民今天有意愿要做罢免 你竟然要做违背民意的事情 所以你到底是代表谁 那罢免这件事情 当然是在现阶段里面 可以对我们所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未能充分反应民意的一个制衡手段 那我们也必须要讲 也不是每一个委员都可以罢免 他有与其去提高这个罢免的门槛 应该去思考一下 对于不分区的委员 若没有彻底的核心思想 然后违背民意不分区目前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民进党这边提出的立委自律法 包括必须要严守国安 或者是敏感资讯的机密 不可以泄露企业的营业秘密 不可以性骚扰 不可以在立法或言论上有歧视 必须要有伦理规范 这些所有的权责相当的法案 全部都在委员会没有出来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对于目前的一些不分区委员 荒香走板的行径 其实我们反而是无计可视的 所以人民应该要强烈的要求 针对立法委员的不妥事的行为 我们要除了罢免以外 应该有其他规制的方法 这个应该才是人民的本意 那老师那我想请教 因为金融市长谢国良被罢免的部分 进入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 7月初即将要送件 以现在发动单位 他们提到第二阶段 他们已经达到了4万份 在金融市选委会 还没有接到他们送件的申请 也没有在合可之前 还没有宣布之前 这个时候国民党发动的这种修法 要提高门槛 也完全适用在金融市谢国良这个罢免案上吗 因为有可能他提高门槛之后 对于金融市人民来讲 他直接的冲击 我本来其实是可以去罢免的 也有可能他提高门槛之后 我的第二阶段 在金融市选委会还没有宣布之前 变成本来达标 变成是没有办法达标了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看 这个法律层面里头面对立法院跟金融市 现在正在进行的罢免的连数呢 那一般我们法律 如果三读通过以后 他还要总统公告 而且通过以后 他也还要有一个施行的期间 所以一般来讲是不可能这么快的 我个人认为了 但是第二个 我觉得国民党也必须深思熟虑 因为金融的罢免是一个正在进行式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定要去做 这种提高门槛的动作 其实他的反作用力是强的 因为他会激起人民对于国民党的仇恨 所以请国民党自己也要思考看看 这是不是你真的要做的 毕竟你现在就有一个 属于你自己党籍的县市首长 正在面临罢免这样的程序 我觉得任何有可能是人民的 罢免的情绪升高 然后想要去 因为罢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事 如果你没有这个事 就是这个权势 这个势力就是要一个 一个随 我们台义公要有一个随 如果今天这个罢免门槛提高 我觉得无疑是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事 那这个其实对于谢国良先生 谢国良市长当然是一个不利的状况 所以国民党自己要提这样的反案 我觉得也必须要慎重思考 你自己也赞成 在明年2月1号 这些立法委员届一年之后 背离民意 发动罢免 你觉得是刚刚好而已 你赞成吗 你赞成让他遍地开花吗 我觉得如果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 在你过去的政见 从来没有提过说 你要做国会改革 然后上台以后呢 去了一趟北京 回来以后突然提出这么奇怪的访案 那这确实并不是选你的人 当时期待你的 我觉得还蛮惊讶的 因为在各个立法委员候选人政见里面 我看到有提国会改革的 应该我吧 我自己是有提国会改革 因为我有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对 我觉得立法程序可以不透明 是 有还记得小军问我的时候 你有问我说 是 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没错 我那时候就讲说 我觉得全国相当 透明清廉的国会 是我想做的 是 哎奇怪 结果竟然出现了这么奇怪的 这个这么奇怪的 假改革真或全的一种法 所以我其实不会反对 罢免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这个在其他国家也常见 各位可以看 其实在美国罢免也是蛮常有的 所以其实这是民主国家里面 一种民意的展现 所以我个人倒不会太迟着觉得说 这个就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乱象 或者这会使台湾陷入一个动荡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 是一个正在慢慢进步的民主 那因为过往也确实没有执政党 有执政超过八年 这也是第一次 那这也是确实 这个执政党执政 但是在国会里面呢 号称第三势力的党 一点都没有这个中立 然后这也是第一次呢 感觉这个百年的政党呢 却好像没有听到台湾人民的声音 而反而更加的听到中共的党的指示 所以我说现在很有趣 现在国民党是中国的附随组织 然后民众党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所以到底你们是谁所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如果今天你不能忠实的克敬职责 那么被罢免也是刚好而已 是 志杰老师提到这一点 人民币就要去思考 我想对于基隆市民来讲 如果这一次修法通过之后 影响到基隆市民的权利 我不知道基隆市民 基隆公民 你们可以忍受吗 你们可以吞下去吗 因为这是正在进行当中 当然对于国民党这些立法委员来讲 你们有意要修法 真的散似而后行 毕竟这个选罢法 也是过去在朝野之间 大家来来回回的协商 互相过招所修订 比较认为比较可行 这中间的过程里头 也历经过 有韩国瑜的罢免案 有陈伯伟的罢免案 那有过去几个罢免案 都在如火如土进行 现在现在民意的反弹的状况底下 你们要透过修法提高 罢免门槛的方式 要回避民意的监督 我觉得这个老百姓 应该都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谢谢志杰老师跟我们进行联系 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线上现在八点钟 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如果 只是因为 因为民进党在选票虽然多 但是在习次方面 少于国民党 国民党在选票方面虽然比较少 但是习次方面只多那么一席 就可以在国会当中肆意妄为 那人民恐怕 对于人民来讲 有人说那民进党是否要改变战略 民进党可以做什么呢 民进党当然透过所谓的视线方式 但最重要的是 恐怕得人民一定要站出来 人民的发声才可能是形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制衡力量 否则你想想看他可以提高选办法的一个门槛 下次选区的改变 志杰老师你担不担心 他下次可能选区的改变 他可以重新划分来修法 你就有没有可能 选区重新划分 有没有可能 你觉得之前蓝白联手的状况下 任何事都有可能 真的真的 所以人民真的要站出来 谢谢志杰老师跟我们进行连线 谢谢老师谢谢晚安 也谢谢所有线上的官人朋友 谢谢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